首先的話我們的需求是第一個 把剛的公式重新再輸出 第二個的話清除掉 那你會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向下追蹤的問題 當然現在我們的範圍是到40略 可是0組Ctrl向下101 有沒有不同的 辦事員65 助理員Ctrl向下22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到 不同的工作表 它有不同的資料量 那你就不能用同一招全部解決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自動幫你追蹤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也絕對不是只有一個答案 OK 其實方法很多 那我用的方法就向下追蹤 得到的列的位置 其他還有什麼 其實Range裡面還有一些屬性可以 就是說你使用到的範圍 得到的列 其實方法很多 但是我比較習慣還是用追蹤這一招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就是寫一段這個程式 寫的方法前面有講過 我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一定按右鍵先插入什麼 一個模組 這個沒問題 第二步的話呢 增加兩個sub 一個sub叫做清除 也許你可以先做這個清除 然後enter 自動幫你加 再來的話跟大家講說 4i等於第幾列 我跟大家講 第... 我先駐專好了 第... 這個... 3列 一直到 第4列的位置 幫我怎麼樣 清除 我是建議先寫清楚 但是呢 在清除之前 我是建議你先 不要沒事就把這個公式給清掉 因為你清掉之後的話 因為等一下程式怎麼樣 會用到這個公式 所以你寫完之後不要執行 因為執行的話你公式不見 那你剛剛就沒辦法貼了 所以我的寫法 一 我是先做一個這個sub 然後清除 清除的話跟他講說 4i 等於什麼呢 我再先... 這個我先... 考評先留 等一下再把這個複製過來 第一個的話 其實過來一點 OK 4i等於第3列到第40列 這個前面寫過了 然後enter兩下打個next 那分別針對什麼呢 B,D,E K,L,M,N 分別把資料清掉 那其實你可以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Sales ID的B欄 等於空的 有沒有 意思是把它清除這個範圍 然後呢 把這個複製貼 貼六次 那再分別把它改成 D到N 那這樣就清楚了 有沒有 應該... 很多地方其實是複製貼上就好 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所以我是建議 以後如果你寫VBA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什麼... VBA稍微縮小一下下 所以你會發現 我基本上就把它縮小 那做什麼 沒關係 移來一去 有沒有 這樣看嘛 你照著做 總不會錯吧 有沒有 所以其實 你會看說 我的程式怎麼寫出 其實就是看到什麼 寫什麼嘛 看到寫什麼寫什麼 總不會發生錯誤吧 對不對 只要你的邏輯是正確的 那你就按照那個規則 把程式寫出來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再把公式 把它什麼 把它貼到烤屏 所以我剛剛講 烤屏部分 我先把它先復原一下 因為我剛剛其實這個 我把它執行 先留著吧 然後呢 第一步就是先清除 對不對 第二步的話 再把這個清除的程式怎麼樣 就是再把它貼過來 貼到哪裡 貼到烤屏裡面 所以 先從來好了 烤屏好了 反正這應該會改吧 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上面名稱改成烤屏 再來的話 第二步就是說 把公式分別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個前面有講過 那只是說 你可能要注意 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第一個 Ctrl-C 取消 記得按取消 然後把它貼過來 然後分別貼啦 反正你就先貼 貼完之後呢 再來改我們需要的部分程式 所以要記得就是 1、2、3 這個比較長 4 按取消 所以如果你做了順手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這4、5嘛 所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記得按取消 切過來 然後 5 然後這個是 6 然後 貼完之後的話 還要再改什麼地方呢 再來的話要改哪個地方 貼完了對不對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要改的地方 其實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 可以移動那個公式的時候 你就知道哪個地方需要把它改I了 比如說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B欄的部分 你游標從這邊 跳到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不一樣 A3會變成A4 所以 意思是說 這個公式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需要變動 就是這裡 你把這個改成I就可以了 然後換到哪裡呢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 所以這個一樣嘛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A3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這邊可能比較多 因為它有一個、兩個、三個 有沒有 重合三個 這個的話呢 有兩個 追I3跟追3 那這邊的話呢 有幾個 這邊也有兩個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應該是有一個 M3把它改M4 所以改的方法 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你把這個3怎麼樣 選起來 然後被那個口角還記得吧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加個I 那這個I的話 指的是第I列 然後把AND前後呢 再空格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部分 我會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訣竅 其實如果你做好一個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I複製起來 就是雙引號到雙引號複製 其他的部分 你只要看到 你要變動的那個A3的3有沒有 把3選起來 貼上就好了 其實 如果你沒有把握 你沒關係 你再重做一遍 我的建議一定要做到順手 然後盡量不要發生錯誤 那其實很快 你的公式呢 要變成VBA就很簡單 貼上 這邊的話 是這個3 A3貼上 那這邊有三個 所以F3的3貼上 這個可能要小心一點 做慢一點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確保是正確的 那這邊是H3的3 所以這有三個 那這邊有兩個 I3的3 跟那個什麼呢 J3的3 然後把它貼上 那這邊的話是K3L3 所以你們在想想看嘛 還是說的 更不容易做錯的方法 這樣貼 OK 然後這個是M3 把3選起來貼上 或者你沒有把握啦 你可以先做一個 然後執行看看 這邊把它清除 沒把握沒關係 你就先做這一個 然後執行看看 如果OK 那就往下做 看起來好像全部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一次完成了 有沒有 那最後的話呢 現在再做兩個按鈕 分別把它清除 再烤坪 大功告成 所以這兩個按鈕 假如你擔心會做錯的話 我有把剛剛我寫的程式 貼到雲端的第三頁 就是這一段 清除 跟烤坪 OK 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把那個 這個公式 總共會有七個 分別呢 把它變成 這個VBA 直接呢 就快速輸出了 那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 假如你的 工作表裡面 如果有類似像這樣 已經有寫好的公式 如果你要把它變VBA 那用這一招是最簡便的 那我強烈建議啦 回去真的有機會 如果你上班的時候 有用到 一Sail的話 就好好練習吧 反正如果說真的 這些東西 就是你把它練熟了之後 基本上 慢慢你就發現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因為我做來做去的動作都一樣 只要前提就是 不要做錯任何的地方 其實很快 就可以把這個公式快速做輸出 OK 請各位試試看